可了不得了 劉卓 我知道 五毛戰狼小粉紅反水了 反水 真的假的 真的 臺灣大選全落幕 美德直接贏臺灣 小粉紅出離憤怒 直接向黨的吹鼓手 和他們最最敬愛的習大德發起了最後的 總公公公是吧 您怎麼知道的 您是小粉紅 不是 你說發起了最後的 還能有什麼 肯定沒好事 小粉紅基地表示 不怕沒好事 就怕沒好人 那倒是 這次臺灣大選 之所以賴清德贏 是因為遭殃電視台裏有壞人 新聞聯播女特務 跟萬萬謠相呼應 為賴清德拉選票 徹底扭了 小粉紅抓特務 抓央視大褲纏裡去了 央視大褲纏女主播們 臉刷一下全綠了 更堅定了小粉紅抓綠營特務的信心 驚喜來的有點突然 若若打聽一下 您這女特務叫什麼名 小粉紅表示 叫什麼名不重要 重要的是 她謠言禍眾說 什麼 彎彎回家吧 央視女主播海霞 完了 海霞幫黨勸彎彎昭安 都勸得催人淚下了 結果竟然被打成一特務 這不是大腦風暴啊 人家小粉紅有證據 證據 2024臺灣大選 最佳助選片 根本不是什麼在路上 而是 彎彎回家 大腦徹底短路 這為什麼呀 因為 小粉紅發現了 海霞表演用力過猛 這明顯是高級黑的一種暗示啊 什麼暗示啊 彎彎 你們要趕回歸黨媽回報 一定讓你們吃不了兜著走 跟大陸韭菜一樣 嘗盡苦頭 彎彎 回家吧 黨媽鐵拳已經等不及了 這意思呀 小粉紅舉報了都 海霞處心拘律 跟潛伏在我黨黨內的另一位 臥底聯手了 幫民進黨拉選票 我們已經截獲特務暗號 這是一種裝容語言 一身綠 顏色跟賴清德一模不一樣 嘿好 這牛 央視肉喇叭跟黨上演顏色革命 小粉紅破一出海霞的衣服顏色密電碼 之後全看懂了 萬萬 你們可得看清楚了 我這聲綠啊 表示 黨媽喊你們回家吃飯 是黃鼠狼給擊敗年本安好心 你們趕緊得偷民進黨 往這看 說白了 就是要讓臺灣同胞享受跟大陸同胞同等待遇 回家吧 您甭說 這麼一解釋 我們全信了 穿一身綠播新聞 本身這事就罕見 還滿嘴高級黑黎級紅 笑容還特別有郎外婆那風采 說他不是入選 真有點說不過去了 是不是品出不對勁來 有點背後發糧 防不勝防 霧珠後背呀各位 下邊揪出來那位 更防不勝防 能驚掉您所有的下巴跌破您所有的眼鏡 我就一下巴不戴眼鏡 反紅行真小組秘密發了通告 遵照大隱隱於朝的歷史規律 佔據最高位 專出最大丑 搬最大石頭 把黨的腳砸得最稀爛的 你們猜是誰 這怎麼聽 像是一位扛200斤罵的走傷度的真男兒 恭喜您答對了 驚查偉真男兒習某平 採用行為藝術握底方式 行為藝術 極盡表現黨國政治的黑暗 荒誕 沒錯 讓最傻最天真的人 看完他的表演之後 都能徹底分清 民主和獨裁暴政的分別 不信 您往這看 提清表決 同意的代表請舉手 請放下 不同意的請舉手 吐了我 能不能別這麼認認真真 眼耳道靈啊 歐洲上空的共產幽靈 都服了 他都服了 那叫習達的那位 前臺代理人 讓民主和獨裁的差別 徹底曝光 他是個滅共天才呀 可不天才嘛 派兩隊大兵 蹲著衝鋒槍踢著大正步 誇誇進大會堂 順利實現了 沒有沒有沒有的 百分之百滿票 甭提多賞心悅目了 一邊是民主社會全民投票三黨競爭 賴清德獲得了40.1%的票 558萬6019張票 另一邊是專制社會 全民眼巴巴瞅著有黨指定 誰也不認識的代表 現場表演投票 壓根就沒票啊 就是一帶監控器的按鈕 按完之後習達的獲得百分百的票 2900多張 兩相對比 一莊重一雷人 天壤之別 眨眼眨心 退他賬號強國換單字不說嗎 全過成民主 把樹葉拽下去之後 惡然一頭全過蹭的明豬 肥豬被歷史過了一邊蹭 200斤出籃 朱某勉腺表示 我拒絕出籃 我就做籃理指揮一輩子了我 謝謝 這怎麼辦 小粉紅發現 朱指揮給台獨勢力助選拉票 您說這糾結不 達的表示 沒事啊 不用糾結 雞血加強針一扎上他就不糾結了 扎 已經買通了太平洋島國 腦魯 宣布跟台灣斷交了 混 只要多撒幣 沒有買不來的邦交 小破國 還撒呀 墻裡墻外金句妙評 歡樂開掛直面人生 乾淨世界和優惡的各位茶友們好 我是劉卓 我是李仗 海外獨家對口時政向上頻道老北京茶館 又跟您見面了 繼續盤點黨國盛世笑調門牙的新聞段子 扶好門牙各位 上頓之前給茶友們推薦好茶信息 中國傳統新年再寄 強烈推薦美食還四的您 給一年辛苦的自己 備上一份茶館銷量最好的茶葉 正宗台灣阿里山高山茶 茶館聯手藍莓優品 給茶友們提供了一款高山茶 產自台灣阿里山海拔一千多米的 綠色無毒無農藥的茶園 全過程純手摘 最近上架的高山茶 茶來自11月下旬剛採摘的冬季新茶 這個季節茶葉比春季的茶苦澀感要低 香氣更細膩 是人們最喜歡的茶品之一 原因特別簡單 冬季的高山天氣寒冷不易生長 所以真正的台灣高山茶產量極其有限 目前市面很多高山茶是什麼呢 是摻了越南茶的一種混茶 但我們茶館的高山茶是絕對100%正品純高山茶 哎呀對了 茶葉原價每300克將近80美元 使用茶館折扣碼 茶館全拼打85折才68 也就是說泡一壺茶用3到5克茶葉 算下來一壺茶一塊錢左右 沒錯 另外注意一下這款茶台灣貨藏也可發貨 藍煤優品網站購買70美元貨以後 台灣全境都可以免優費 大家注意 藍煤優品是哥倆信任的商城 惠集了服務團隊嚴選精選的好產品 請大家訂閱藍煤優品的優箱 每天他們都會發送現實的特別優惠產品信息 描述來這些留言都有購買鏈接 冬季新茶值得您擁有 好嘞 書接前言 小粉紅反噬習達的心驚 黨國鬥爭新形勢走起 話說黨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借選 也沒攔住美德雙人組 奶壺不堪 提奶壺 不提對不起良心 臺灣這次大選幹的太漂亮 臺灣政府和人民羞澀表示 沒特別努力 屬於正常發揮 美國政府親率西方自由社會政府元首們 集體老臉一紅 拜振華同學貌似不經意的瞄了眼 穿見國內社交帳號 想瞅瞅老川頭是不是在那喊 向臺灣學習 錯誤 哥倆的很多自媒體朋友 這次都到了臺灣大選第一線了 官選 也用鏡頭記錄了無數感人至深的場面 對 好多茶友還問那時候 怎麼沒看到哥倆來官選 謝謝臺灣茶友的熱情 確實遺憾這次錯過 有機會一定去臺灣補課 當然了 雖然我們人沒到現場 但是哥倆的目光一直沒離開臺灣 對 因為這回臺灣大選實在是太精彩了 全世界的燈全亮了 對 毫不誇張的說 臺灣的民主已經成為民主世界的燈塔 華人社會的世界之光 一點也不誇張 這次大選的積極熱烈秩序平和 尤其大選之後 溫良禮讓包容團結 驚艷了走過漫長民主路程的西方社會 更讓一直洗腦說華人不具備民主素質的中共 徹底破了像 網友撞飛人就說了 這回大選 臺灣有17795個投開票所 每個投開票所設立一個主任管理員 一個主任監察員 最少8個管理員 還有2到3個監察員 各個政黨媒體都可以派人到場 匯報監督並驗證 時過工作人員當天4小時就處理完所有選票了 這就是臺灣人公平的民主選舉 什麼呢 人工計票、人工唱票、全程監控、肚結、多貓膩 這樣的態度有些人看了以後嘆為觀止 有些人看了以後無地自容 網友還說 三位總統候選人 選舉結果確定以後 都表現出了非常文明的政治舉動 何友宜和柯文哲都向賴清德表示祝賀 自己宣布敗選 賴清德第一時間向他們感謝參與 期待以後的合作 臺灣的政權在如此文明體面的形式下 和平有節的實現過度交接 所以我看網友大帥人就說嘛 20多歲了 第一回見到臺灣的大選直播 我直接震驚了 原來那大選可以遊行 可以發表不同看法 可以很正常的說別的黨派它不好 不會有人拿什麼漢奸走狗賣國賊 來道德綁架不同政見的那些人 什麼叫文明 這就是 尤其2024年是大選之年 世界上好幾十個國家將陸續開展大選 臺灣開了個好頭 沒錯 2024就一大選季 臺灣打頭陣 美國收尾 基於臺灣做出了驚豔世界的表率作用 全世界的聚光燈都投向臺灣 自由世界眾多國家也紛紛發來誠摯的祝賀 美國、日本、法國、英國、德國、加拿大、 新加坡、捷克、澳大利亞等等50多個國家 向臺灣順利完成選舉祝賀 一舉打翻了中共醋壇子的全部存貨 引發外交戰狼酸溜溜、強烈不滿、嚴正交涉 又交涉了 而在紅朝黨國上層建築裏面 可怕的沉悶和寂靜讓人窒息 小四門下子大氣都不敢出一口 生怕習大那琉璃斬非自個腦門上來 中國大陸網路上 則瀰漫著各種抑制不住的興奮、喜悅、歡呼、吐槽 網友小玩兒徹底看happy了 還說呢 你們讓黨媽省點心好不好 宮裡小太監都說了 聖上為臺灣選舉這事操勞過渡 都兩天不進食了 水米不沾牙呀 入夜也不翻牌子 在請宮來回亂溜達 還時不時的破口大罵軍隊 網友是心靈神會 立馬貼出表情包 今晚心情不好 你懂的 習半個小時藏雞腳嘎吶 翻牆去了 突然刷出一條蠟文 賴清德勝選十大理由 十大理由 說說 一、賴得才兼備 二、菜打下堅實民意的基礎 三、國民黨沒落了 明白了 天時、地利、人和 重點在後邊 說說 四、習搞垮香港助選 我這疼 五、習搞新文革助選 六、習搞垮中國經濟助選 還真是 七、習搞警察治國助選 嚇死 八、習全世界到處樹敵助選 這說對了 九、習逼退外資助選 十、習重建集中營助選 我集中營都上來了 總而言之、言而總之、一言以蔽之 習近平死活就是要助選了 這賴清德、賴副總統 沒給老習打個電話表感謝 是不是有點不賬 還真還讓人 LT事件有個總結 習近平無論怎麼做都是幫民進黨 他武力威脅、激怒台灣選民 幫了民進黨 他在舊金山告訴拜登 2027、2035打臺灣扯淡 更是一舉粉碎了 票投民進黨青年上戰場的謠言 又是幫民進黨 那您這還沒說 習近平抓境外特務 把臺商、營商環境徹底搞爛了 也幫了民進黨呢 這話說著了 真有臺商現身說法 往這兒看 我在大陸也住了五年 沒有辦法講真話 然後大家都是偽裝自己 然後沒有辦法去政策交到好朋友 他這個國家是沒有辦法 照正常的概念就跟他讀同 我就太累了 那五年下來 我也放棄了我的資產 以前人家說我還不相信 沒那麼差吧 只是你自己去了 你就會真的政策感受 真的不是人住這地方 連他們當地人都跟我們講過 你們臺灣人真的很幸福 要珍惜 只有您盯受了鐵拳 才能說出這段話 真希望那些懷舍著對中共各種美好幻想的臺灣小青年 認真聽聽 黨媒兒表示 聽什麼聽 國臺辦話悲痛為歡樂說段子 你們咋不聽 注意 前方國臺辦即將雷人 留神門牙 大選結果出爐當晚 中共國臺辦發言人陳賓華震撼表態 又表態了 臺灣地區兩項選舉結果顯示 民進黨並不能代表島內主流民意 就這事兒 中國問題專家余茂春教授人都繃不住了 問道 這臺灣人用選票選的結果不代表主流民意 難道您黨永遠在路上 一人扮演多個角色那習達的自駕遊能代表民意 網友被國臺辦雷翻在地之後 肚子都捂不過來了 笑容說 普選現在都不代表民意了 嘿 你娃娃屬實臉皮厚的一批 一批 哎呀難不成你黨想讓臺灣也 沒有沒有沒有啊 有人說更逗 不自欺欺人您能死啊 我就問您能不能死 黨媒表示刁民竟然長出腦子來了 越來越不好糊弄 鑒於國臺辦成功踢鐵板 外交部啊 那還是算了吧 軟和點吧 硬著頭皮 以不具名的方式出來回答問題來了 不露臉 不落款 省下了下不來臺 有記者問 臺灣大選 美德雙人組成功贏臺灣 中方對此有何評論呢 有何評論 發言人吳明氏表示 吳明氏 已經就此發表評論 還沒完沒了問 你們這麼糾纏 有意思嗎 上來就超人趙立斤作業 臺灣問題是黨國內政 無論臺灣島內局勢如何變化 主意啊 無論 就是不管不看愛咋地咋地的意思 說實話了 看遍他們呢 我們不想管 也管不了 雖然管不了 but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中華移民共和國 南科一夢那大淮安國 還有 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中華民國跟你的移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謝謝 錯誤 我們相信 國際社會將繼續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而不是像某些臭不要肺子那政權一樣 動不動就歷史文獻過期作廢 那什麼散會 謝謝 Sawna 李居思雄直接要腳底抹油撒鴨子 跑慢了敵人的火力真追上來了 敵人 真追上來了 評論區您這又忘關了 沒有 評論區關的可顏色了 開了精選 全看著呢 那你這說什麼敵人追上了之類的 不了解情況 不知道 外交部評論區是競選了 敵人從側翼迂迴包抄 圍著兜著圈 發起最後的總供供了 甭供了 說事兒吧 說事兒 話說 外交部發言人達記者問一出來 一位湖北老鄉陷入了沉思 麻煩了 黨就怕有人陷入沉思 咋說那麼對呢 湖北老鄉這麼沉思的 一個嚴肅的問題 如果您是臺灣省同胞 您願意回歸嗎 等會兒啊 別上來就叫的那麼親 又什麼臺灣省吧 又什麼同胞的 這人吹毛求疵 大陸網友不為別的說法 您得看別的網友怎麼回的 對對對 評論區裡有敵人 對呀 注意聽啊 大陸網友假設自己是臺灣人 假設 看看他們假設之後 願不願意回歸 願意嗎 聽這個 不願意 而且這次我會投給賴清德 您瞅了 上來就扎 習達的這小心臟 那沒轍 這是大陸人真實的心聲 趕緊掐樹葉蓋上 看看有沒有別人回的 有人回了 肯定不願意 人股市一年漲30% 跌10% 鬼才願意回來呢 說這黨的叼盤總管軍胡錫進 緊急說了 我不是鬼我也不願意 胡錫進真不願意 說的是心裡話 老胡自打接下忽悠以民入市這任務 是有這任務 都賠進去不少銀子了 多少萬了 有個拆字的段子 說了 說胡錫進入市衝浪 第1個月還叫胡錫進 怎麼了 第2個月就叫胡錫景了 胡錫 明白了 把走枝旁給賠進去了 第3個月叫胡錫二 要盤你倆樹 甭說呀 第4個月得叫胡錫一 對六 接著第5、第6、第7、第8個月 老胡分別改名叫胡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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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口 行行行從第9個月開始 性都不全了 叫骨口、石口、益口、最後剩口 終於熬到第13個月 老胡開始考慮要不要銷戶了 充分證明了 這老胡唯一叼不住的是咱A股的大盤 這臺灣股民要想回歸 那真真是見了鬼了 鬼 有網友說的回答裡邊也帶了鬼字 你黨天天仇恨教育 我還能同意回歸 欠鬼 要這麼說 跟那網友留言有一句同工之妙 臺灣人把祖傳房產送給老共 讓他隨便共產、強拆 那才真見了鬼了 叫了撒鬼 這麼一會 再聽這個 肯定不希望回歸 人家去美國、日本、韓國全是免簽 對 回歸 我簽證被拒有癮的 沒錯 這是希望能自由出各個國家的 哎呀 再聽這個 當然不回來呀 回來等著房價漲漲漲漲 醫療短缺 活不起、死不起呀 你說回歸 想起 住房教育翻桌大山來了 辣個醫療 聽這個 不願意回去 我不喜歡核酸的 我也不願意 不願意面對強拆和城管 我也不願意 自己國家什麼德行還不知道嗎 真想臺灣跟我們一樣過這種日子呀 您說這太值得日去 斬亭截鐵了吧 也有委婉的 呦 聽這個 您先問問南韓的願不願意回北韓 尬那兒的這話一出來 再聽這個 試想一下 當年南宋對蒙古人的看法 我們就是那感覺 明白了 臺灣是繁華的南宋 你黨是尚未開化的野蠻人 再聽這個 您還不如這麼問 你喜歡加班到除夕嗎 你喜歡吃地高油嗎 你喜歡供攤嗎 你喜歡學區房嗎 甭說了 再說直接破房了 你倒統治下的日子 實在是太可圈可點了 所以有大陸網友 扔出終極答案來了 什麼答案 人家的日子過得好好的 幹嘛要回歸呀 正常人不可能有這種意願 願意的一般都有利益勾兑 明白了 主要是跟著你黨 真沒好日子過 也不光想的是日子 聽這個 兩岸不能和平統一的根本是什麼呀 臺灣人不認同你大陸的社會制度 明白了 歸根接底受不了你黨的獨裁統 聽這個 人家有權力選有能力的人執政 不像嘛 像啊 反觀咱們 就算塞給您一頭豬執政 都得接受 不願意回歸 這不是太正常了 可不嗎 讓你把投票權給交回去 換回憶 只能老老實實 不許亂說亂動 吃飽了撐的我 有網友更超前 呵呵 別說人臺灣 現在 就是我們省要宣布獨立 那我都同意 我咋嘛 黨的江山徹底淪陷著呀 整個評論區 竟無一人世男兒幫習大大呀 也別說 倒是冒出了一個傻男兒 傻男兒 為收復臺灣 我寧願付出生命 問 武統 怎麼還不開始啊 哎呦喂 這傻男兒 傻的有點流鼻涕呀 還沒等鼻涕掉地下呢 有人蹭一下扔過一張A400紙 什麼呀 自己財產都不敢公開 他還敢打仗 明白了 看來這傻男兒是一窮鬼 光講的不懂 穿鞋的心 哎 網友李娟轉了大陸網友一段網評 什麼網評 賴清德當選臺灣領導人 我既沒覺驚喜也不覺得驚訝 為什麼 不過我驚訝的是 賴清德他爹是個煤礦工人 哦 挖煤的 這還不算啊 這位賴省長兩歲沒了爹 六兄弟姐妹母親一人拉扯大 不容易 還把他培養成了大夫 真棒 我們那一代人 三四個六七個兄弟姐妹的常事 對 But 有很多人的兄弟姐妹 餓死病死夭折的 中國不都那麼樣了 還有很多呀 兄弟姐妹實在養不起賣了 知道 哎 如果臺灣不是對每個家庭生活有保障的話 賴清德最多繼承他爹的事業 什麼事業 念完中學 下井挖煤 我叫下井挖煤 這大陸網友的種種議論 孫靜的茶友 您有什麼見解呢 歡迎敲字 好嘞 送人好茶 稍有餘香 別忘了哥倆為您介紹的 臺灣阿里山 高山烏龍 題目下方文字欄 這點留言都有鏈接 走請您哩 藍眉優品茶友優惠區 再見 再見 再見